还偶然间发现 只要集中注意力 就能穿透墙壁捕捉到怪物的身影 但从结果显示来看对方数量为三 谨慎起见女主立马躲在了转角处 直到怪物的轮廓彻底暴露在视野内 女主才终于安心了些许 但这么强壮的哥布林 是女主从未在这迷宫里遇见的 于是心血来潮 女主给她起名为肌肉哥布林 而身后拿着法杖的哥布林 那就叫瘦子哥布林 一切准备就绪后 女主提起匕首在转角处埋伏 这是一颗宝石滚落在地面 瞬间吸引了哥布林的注意力 等他们抬头才惊讶地发现 女主不知何时已经黏在了天花板上 来不及反应的瘦子哥布林 被当场斩首 变成宝石掉落在地面上 其他两只肌肉哥布林气急败坏 想要反击 却被女主灵活身法躲破的同事砍伤手臂 而这还不是简单的匕首 麻痹让肌肉哥布林暂时无法参战 而接下来一对衣将是女主的屠宰表演秀 而要问女主为何如此牛逼 只因才两岁半的她就被父亲严格训练 就比如观察敌人不能依赖眼镜 而是要用心去感受气息 击杀怪物的秘诀在于要快要很要准 回避陷阱时的后跳 起码要有一棵树那么高 因为他们家代代相传的盗贼职业 没有战士的力量 也没有魔法师的法力 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速度与耐力 所以当拿起匕首的那一刻 就一定不能停下来 就这样女主的童年在这种魔鬼训练下渡过 但在某天父亲进入地下城后 已经三年没有回家 于是为了找到父亲 女主也进入了地下城闯关 而如今已经抵达第八层的报房间 首官BOSS是双头哈士奇 对方除了能叫的大声一点外 根本抵挡不住女主那炉火纯青的剑法两招半 要知道冒险者公会记录的最高探索层数是第七层 而且还是多人组队的情况下才能生还 但女主年纪轻轻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九层 也是在这层女主遇到了开头的哥布林 但这种程度还是太弱 女主如如无人之境就踏足第九层的BOSS房 而要面对的 便是一世界常规开局的牛头人 起初女主连匕首都不拔 就绕着牛头人转圈 直到冷静地分析她的优缺点后 女主才开始攻击 但由于牛头人身强体壮 匕首根本划不开她的皮肤 女主有些猛了 她只能后撤到最远处的墙壁旁观望 就在女主思考对策的时候 牛头人竟直接一斧子就抛了过来 好在女主打小就专注于反应力的锻炼 很巧妙地躲了过去 只是有些不妙的事 地下城的墙壁崩塌了 牛头人惊恐极了 因为这可不单单是破坏了一堵墙的问题 很快那恐怖的管理者就会过来的 这时女主转头才发现身后竟是一间屋子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里面的房门处有一股窒息的威压袭来 等房门被推开后 女主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 连牛头人都害怕的管理者竟然是一个呆萌少女 她训斥牛头人今后面对冒险者可不能轻敌大意 墙壁倒塌了是她的责任 手关Boss只需解决敌人就好 在一顿巴巴的训完话后 蓝毛就邀请女主进入到了房门的另一边去 她表明自己是管理者的身份 打算聘请女主和她一起当管理者 因为在女主闯关的期间 她就一直默默关注着女主 知道女主很强大 在这里管理怪物的话 他们一定心服口服 最主要的是蓝毛一个人实在有点管理不过来这地下城了 就比如刚才牛头人拆了墙 她就得赶爱补之类的 文言 女主有些犹豫 询问对方作为管理者 那是不是也是这里的手关Boss 而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这里的地下城大约有失层 如果有人闯到那里并抵达正确位置的话 那面对的Boss就是她 听到这的女主已经做好了打算 只要蓝毛打败她 她就接受这份工作 这倒不是女主找茬 只因父亲是在这里失踪的 或许她抵达了地时层遇见了眼前的蓝毛 虽说此刻开口询问就能得到答案 但如果对方如果轻描淡写地说出 事偶好像有这么一号人被杀了 这种是她无法接受的 毕竟记忆中的父亲是无敌的才对 她要亲自去验证一下 自己是可以打倒蓝毛的 父亲失踪一定是其他原因 很快 在蓝毛的传送魔法下 他们抵达了地下城最底层 对于周围没有墙壁 女主很是疑惑 而蓝毛解释这是封闭领域 没有经过特定的步骤 是无法进来的 而这里本来的战斗设定是蓝毛 再加两只恶魔系怪物的 女主以为蓝毛是在放水 其实不然 蓝毛觉得有怪物在场的话 只会妨碍她出招 女主听到这都脚痒痒了 下一秒 女主一个剑步乐器 在速度抵达最快的那一瞬间 把匕首抛了出去 然而却被蓝毛轻松挡下 没办法女主只能开始近身作战 只不过诡异的事 不管女主怎么攻击 蓝毛一脸呆呆傻傻的同时 竟还次次精准格挡下了女主的每一击 简直就像开挂一般 突然她拉开身位 脸色也变得阴沉了起来 等女主醒来后 已经出现在了先前的房间里 那破碎的墙壁已经修复 而为了再次出现这种事故 蓝毛将房间移动到了第十一层 看来地下城不只有十层 父亲或许还活着 女主总算放心了下来 之后她答应蓝毛的赌约 成为这个地下城的管理者 而所谓管理者 也并不是要成为首官的boss 而是在需要的时候 去补充低楼层的怪物 去布置或者修理坏掉的陷阱 最后至关重要的便是 去魔戒雇佣怪物来这里打工 因为蓝毛家的地下城 和其他的活性地下城不一样 她这里不能自动刷新怪物 需要去手动补充 知道这一大堆让女主有些头晕 此刻她只想回去盗贼工会一趟 需要跟工会解释 才能在这里上班 但蓝毛表示这已经处理好了 因为建立盗贼工会的人 就是前任地下城管理者 现在盗贼工会也顺带是她管理的 这下女主想回家都没借口了 随后蓝毛递给女主一份合同 月薪五枚金币让女主瞪大了狗眼 还怎么都没想到 父亲口中穷凶极恶的地下城 竟是人为建造的 在地下城刚营业时 会故意散播消息吸引冒险者前来探索 久而久之附近的商店和旅馆也随之开业 甚至连冒险者工会也在此设立分布 这样一来 庞大的人流量就在地下城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 而女主在机缘巧合之下 也来到了地下城工作 每天只需要补充宝箱中的宝物 便能轻松赚取到五枚金币 在入职的第一天 管理员蓝毛准备先带着女主熟悉下生活区 但来到控制室后 女主顿时就傻眼了 这环境说是垃圾场她都相信 接着是食物储藏室 不仅设置有冷冻魔法 而且还有大量原自怪物的食材 比如龙尾肉什么的 这可把女主给吓坏了 怎么老板还能随便吃员工的吗 对此蓝毛解释说 其实只有和员工签过契约 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会取肉 文言女主还以为是怪物在死后 尸体就会被运到这里来做成肉储存 确实是个不错的资源利用方法 但当她来到水晶室后 才意识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刚走进房间 蓝毛就让女主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水晶 可女主来到箱子旁 才发现这不就是平常自己打怪掉落的水晶吗 难道说怪物都是在这领取了水晶才去上班的 但她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探索地下城就是以性命为赌注 意识大意就会被怪物杀死 同时如果她没死就是怪物被杀 这对于怪物来说也是一场关乎性命的豪赌 就好比如果想要对付她的话 需要派几只怪物一起出动 然而每只怪物都是单独雇佣的 不可能在被杀掉后补充的这么快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这个水晶是用来复活的 对于女主的猜测 蓝毛表示已经很接近了 其实她们是用水晶施展魔法来复制身体 然后再把本体封印到水晶中 接着再将拥有意识的水晶埋入复制体 这样一来复制体就和本体没什么差别了 而复制体在被击杀后 水晶只要回到怪物宿舍 就会解除封印将本体给释放出来 说完这些 蓝毛接过女主挑选的水晶 准备先给她制作一个复制体 毕竟以后她是有机会接触到第十层怪物的 如果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准备 到时候出事就来不及补救了 不过因为之前都是帮怪物制作复制体 所以女主在完成全部步骤走出来后 才发现身上没穿衣服 接着蓝毛带女主做传送法阵来到了第一层 准备让她先认识一下一到四层的管理员矮人 但对方在听完蓝毛的介绍后 就表示之前见过女主 因为她从不和别人组队 总是单枪匹马的来到地下城 所以就被工作人员取了个外号叫没朋友小姐 虽然矮人当着女主的面说这种话确实有些没礼貌 但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女主觉得地下城不是什么可以和朋友来玩的地方 而且只有一个人才能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当然最重要的是她找不到朋友 文言一旁的蓝毛顿时就脸红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在脸红什么 很快女主就因为闲不住 找矮人接了个补充宝箱物品的工作 趁着这个时间 蓝毛也准备先将控制室整理干净 不过女主补充宝箱物品的方式 有些让矮人看不懂 她从机器上明明看见女主和冒险者小队撞了个照片 可为什么双方就像把对方当空气了一样呢 原来女主早就通过匕首的反光 看见了走过来的冒险者小队 然后趁着他们靠近的间隙 跳到了他们视野盲区的墙壁上 接着再用力一灯 就成功避开了他们的视线走了过去 而冒险者小队的人 也仅仅是感到有一阵风吹过 补充完宝箱的货物女主回到矮人身边 对方表示有些难以置信 虽然第一层的冒险者都是些搞不清状况的呆瓜 但人实在是太多了 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擦肩而过 并补充宝箱中的货物简直难如登天 恐怕只有神迹才能做到 当然不是他不相信 只是有些无法理解 人从眼前过去怎么会看不见 闻言女主便当场掩饰了一番 接着女主表示 在人多的时候自己有可能会失误 但被看到了也无所谓 她自有办法解决 当意料之外的物体进入视野时 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再确认一遍 所以只要在这时候保证 不会被再发现就好了 被贴脸嗅了两次 矮人总算是相信了女主有这个能力 这是一个石头人走过来 说第二层的宝箱补货库存有些不够用 不过第三层倒是刚好有多余的 虽然宝屋的品质要高出很多 但现在也只能当作是给冒险者发福利来补救 见状女主便问有什么是自己能帮上忙的 矮人说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只要在拿得动的范围 尽快将货物搬到第二层就行 不过女主的话最好还是走楼梯 毕竟她不像石头人那样坚硬 可以从旁边的天井跳下去 就这样女主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第三层 石头人在将货物交给她后 本来是想让她走旁边员工楼梯的 但女主却表示不用 还是走天井比较快 也就是从这天过后 石头人们都对女主崇拜不已 并纷纷开始模仿她从天井跑上来 以至于工伤的情况多了不少 做完工作后女主来到控制室 看见蓝毛正拿着被子想要堆到顶上去 但却一直没有行动 还以为她是在做什么专注力训练 结果问了一下 才知道她是在整理房间 女主看这些东西都是蓝毛觉得可能有用 但现在还用不上才留下的杂物 于是想都没想就全部给丢了出去 经过这么一下 控制室看起来瞬间就整洁了很多 クレイさんにお友達がいないという情報を得ましたので そうだが 実は私もいないんです そ、そうか だから 管理员是个究極收集品 房间里面堆满了没用的食尚小垃圾 又不愿意丢 これはどこに捨てる 捨てません 捨てるものはどれだ あの どれもいつかは使う かもしれないものですので 捨てるのでなければどうやって片付ける 最终在女主的强烈的要求下 管理员才被迫将东西都放到三号仓库 女主开口就是叫了管理员的全民 被伊尔海拉拦古达斯小姐 管理员都猛了又不知道该怎么纠正 今后女主将在这里工作 眼前的镜子能监视整座地下场 此刻地图上显示 第七层有只五人小队冰狼之牙 女主想起来之前还被对方搭上骨 黄毛想要拉他进入队伍 却像个憨批不会说话 既然他们能到第七层 就表示还有点实力 甚至是冒险者中的佼佼者 毕竟如今是保持最高纪录的小队 但对方每次来第七层只战斗一次就离开 而且都是拼死用尽全力 目前看来想到第八层根本没希望 但怪物们对他们的评价都很不错 似乎是不相上下的战斗 打得很刺激很开心 见女主羡慕也想要加入 管理员表示如果他想的话 可以让他跟冰狼之牙战斗 随后管理员联系了第七层的死灵先生 突然被老板联系 死灵第一反应是不是哪里做错 自从来了地下城 女主才感觉怪物说话也不稀奇 此时死灵身后有三只无脑骷髅 管理员希望借走一只 女主吃惊于管理地下城的神器非科技 光是镜子魔法道具就相当的理解不能 随后女主已经可以进入骷髅身体里去战斗 女主傻逼了 自己还没有受到能塞进骷髅兵里 虽然以物理角度的确做不到 但她的复制体只需要跟骷髅进行连接操作 就能暂时切换身体 很快女主眼神一花就来到了骷髅兵的身体 一旁的死灵就是这一片区域的负责人 此刻女主还是没习惯 竟然真的会和怪物说话 还和怪物成为同事 死灵让她可以随意行动 毕竟这副身体她应该不能发挥全部实力 束缚越少对她应该越好 死灵会在身后看情况提供支援 此时她才注意到 左手的盾牌仿佛粘在手上一样 怎么甩都甩不掉 只因眷属生成阶段所拿的东西 都会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只有武器除外 没多久女主便适应了骷髅身体 比她想象的更有力量 虽说是身体的一部分 但打在盾牌身上却不会感觉到痛 此次死灵也想趁机参考一下 能进入第九层的人会有多强大 殊不知她早就成为了地下城员工的谈论对象 大家都说管理员打倒并驯服了九层到达者 死灵没有其他要求 她只需要抵挡冒险者小队的前锋 毕竟他们就是为了阻碍而存在 但女主真的没关系吗 不管怎么说她的对手是自己的同胞 然而很小父亲就言传身教 地下城里的犯罪只会更加恶劣 反正最后甩锅给地下城就没人能去追究 因此在外面看似守规矩的家伙 在地下城却会无限放大心中的恶 长大后女主也遇到过 有人见她落单就想要干坏事的 别说她现在是怪物 就算不是对这种人下手也不会有任何负担 毕竟地下城就是个拼命的地方 谈话间女主就发现了附近有人 冰狼之牙根据盗贼的情报 也迅速完成了分工 死灵刚来地下城的时候 管理员却只把她分到第七层 等觉得合适之后再调到第八层 她不解自己的实力都只能在第七层 那后面的同事实力该有多强大 女主还发现骷髅的身体真好用 眼睛可以直接透视 前锋在前面争取时间 等魔法师吟唱时间结束 等待她的就是大型魔法 女主觉得这样才对 之前管理员的无吟唱施法是什么鬼 剑盗贼准备偷袭 女主主动出手迈个破绽 此时盗贼示意大家先退后 魔法师的魔法已经准备就绪 虽然死灵可以承受 但看女主的样子似乎已经有了对策 所幸骷髅的身体也有魔力 老父亲曾经说过 每个生物体内都有魔力 而魔法的本质就是魔力 因此老父亲突发奇想 使用魔法需要资质和训练很麻烦 冰浪之牙没想到一个骷髅兵都这么强 于是干脆决定先留为敬 盗贼丢出匕首帮忙打掩护 女主意外这么直接的攻击 连牵制对手都做不到 因为下意识的躲避 导致匕首扎进了身后的死灵脑袋 其他人抓到机会立刻开溜 死灵不打算去追 他们逃跑的方向不归他管 他也认识到自己的实力 还是留在第七层最合适 不然万一碰到女主砍兵打不过 等他离开骷髅的身体才发现 自己正躺在地板上 管理员道歉 本来是想给他戏诊了 但那样就没办法管理操作 很快镜子发出槟榔之牙离开的提示音 女主无法理解 那种程度的战斗有必要离开吗 这么搞还怎么想攻略第七层 接着女主打算继续工作 他叫出管理员的全名 贝依尔海拉兰古达斯小姐 管理员实在无法淡定 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太长了 所以想让女主帮自己 想一个好叫一点的密称 但女主的品位属实不怎么样 帮忙想密称 对他来说比战斗还沉重 因此希望管理员 能把喜欢的称呼告诉他 这样他也能叫得顺口 管理员很早就想过 万一自己交到朋友 对方会怎么称呼自己 贝依尔或者海拉都很不错 原来地下城才是良心企业 不仅上午休二五险一惊包时速 还专门为员工打造交友大厅 不喜欢社交的员工 也会单独安排房间 并且房间内有直达工作岗位的传送阵 简直不要太良心 更让女主没想到的 地下城竟然还能直接传送到 盗贼工会的地下室 并久违地遇到了他的老熟人 会长虽然知道女主很有天赋 却也没想过 他会直接跳槽到地下城上班 而工会对外出租的探索道具 原来也是地下城提供的 不管是型号不同的空间背包 还是能直接离开的回城卷轴 现在回想女主才发现 想攻略地下城的自己 等于一直被贝尔玩弄于鼓掌之间 贝尔看穿了他的想法解释 这些事情都是前任管理员做的 只因这座盗贼工会建立之前 探索小队几乎没有盗贼生意 因此靠火力压制成为探索主流 导致八成探索者死于陷阱 前任管理员生气这座城镇太小看陷阱 为了进行了解陷阱的教育 才有了现在独有的盗贼工会 女主好奇原有的盗贼工会 肯定不会善罢单求 事实也的确如此 对方先是警告他们必须加入 被拒绝之后就派人暗杀 出于无奈地下城一方 直接把原盗贼工会一锅端 也因此成为城镇的未解之名 会长好奇女主找到他父亲的下落美 女主猜测父亲已经抵达了第十层 他暂时才进入了第九层 却不料会长突然出手 却被女主接住 根据女主判断 他的水平到第八层不能再多了 可话虽如此 会长也刷新了现有的记录 不愧是前盗贼工会最强暗杀者 原来在让原盗贼工会消失之前 地下城就已经完成了挖角工作 事后女主担心 交货和回收都是口头约定会不会出事 殊不知每个背包都有特别标记 出了问题都能追踪 必要的文件都是靠传输史莱姆送来 说罢一旁的史莱姆就开始吐出文件 之前女主还不解房间内为何有魔物 原来她是工作用魔物 利用两只一对的史莱姆 把文件喂给其中一只 另一只就会吐出相同的东西 女主突然意识到 既然背包都有印记的话 说不定可以通过背包寻找父亲的项目 可以想到父亲肯定去了地诗层和贝尔战斗 如果他走劫尽向贝尔打听的话 到时候肯定会被父亲嘲笑 随后贝尔表示他的武器没必要调整 而其中原由是关地下城的秘密 原来这把武器还没有把女主当作主 所以他也无法发挥其真正的力量 贝尔解释武器目前性能被封印 他好奇女主是从哪里得到 这就要从父亲消失的那天说起 贝尔突然发现桌上只留下这把武器和书写 父亲认为他的实力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所以留下最好的武器便不告别 殊不知这把短剑就是出自地下城市层 作为目前的最深层 由最高阶的怪物负责镇守 里面的宝物全都是博宝机以上的东西 为了避免任何人都能使用造成麻烦 所以都会加以限制 只有抵达十层的人才能使用 其他人最多只能发挥武器本身的附加强化 最多只适用于六到七层 女主因为还没到十层 所以发挥不出真正的力量 但也代表老父亲的确已经抵达了十层 他拒绝了贝尔帮自己开小灶提前解除限制 如果不靠自己就显得太没用了 随后贝尔带女主参观员工宿舍 却发现这里的空间异常巨大 只因偶尔地下城也会有超大型员工 甚至会专门为特殊的员工定制宿舍 员工平日还能使用竞技场锻炼 此时公用大厅聚满了魔物 其中很多女主都见过甚至击杀 他当一现身就立刻成为重魔的焦点 可在得知他以后就是同事 魔物们一窝蜂地围了上来 接着两人又来到了员工竞技场 为了避免分析 里面的人看不见外面 外面的人也无法干涉里面 使用者必须靠进场室的水晶进场 因此没有注册水晶的人无法使用 登録していないものもいるのか? そうですね 比較的命の軽いモンスターの方は 命の軽い? 忽然之前的哥布林三兄弟找到女主 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哥布林 所以才具备很高的职位 却不料身后的大个子语出惊人 因为女主很强 所以想跟他生猴子 老哥无语大骂老弟不懂礼貌 这种话要等制服女主之后再说 女主是真的服了 这种礼貌他可从没听过 贝尔不能忍员工竟敢抢老板的女人 可女主却答应跟哥布林三兄弟再打一场 他能想到之前一个照面被秒杀 肯定不服气 况且他们三兄弟的杀气 完全无法克制的样子 战前女主不介意 哥布林法师提前使用辅助魔法 看似是他在放水 可没有什么事比 不用在意增援和陷阱 只需专心对付眼前的敌人 对他更有力 法师哥布林不再客气 提前给兄弟附加增益 两兄弟同时出手 对女主挥出狼牙棒 趁女主只能后撤至极 法师哥布林的魔法已经紧随而至 只可惜因为过于在意速度 导致威力不够 转眼一只哥布林就被火焰灼烧 最终场内只剩下被灼烧的哥布林 如果想继续女主也无所谓 只是被他徒手干掉会很痛苦 哥布林健壮直接投降退场 却不料等他捡起短剑异撞突然发生 大西想感谢让他看到了当前的精彩战斗 听说女主是来锻炼的 那他或许也能帮上点猫 只因他是负责第十层的魔物 正好适合给女主当陪练 女主检查了武器和自身状态都没问题 能和强者战斗也是求之不得 毕竟作为最终层魔物 怎么说也不能比第八层的牛魔要弱 女主自质以他目前的力量应该很难破防 只能凭借速度先来一波绕后 却不料魔物竟能迅速扭头喷射吐息 只是魔物没想到女主竟然能闪开 女主更没想到魔物庞大的身体动作却过于灵魂 一旦在他视野之外发动攻击 即便是他也不可能每次都躲开 然而高压环境下最适合磨炼自身技术 无论是生物还是不死 只要身上有魔力就能不依靠视局 而是结合气息与魔力纵观全局 从而帮助女主在对手做出动作的完成闪避与反击 结果却不出她的所料 虽然能击中但对方的皮肤却异常坚硬 可话虽如此就只是刚才的那一瞬间 女主能清晰感觉到自身对魔力的驾驭开始熟练 然而随着受伤让魔物也开始动真格 趁着女主制空期间喷射强大的东西 可结果却依旧没能将女主秒杀 对方意外女主竟然会将魔力注入手臂来防御 虽然女主丢了一条手臂 但她自己也十分狼狈 因此魔物提议这场战斗就此做吧 别看她这样其实很讨厌疼痛 说完便独自离开了竞技场 等女主跟着离开之后 伤势已经恢复如初 她坦言刚才的战斗帮助自己找到了变强的方向 但也削弱了她的干净 贝尔无奈毕竟那是在最后才能遇到的对手 女主父亲曾经能把魔力集中在四肢成为武器 但她却至今都无法做到 在此之前她都是把魔力集中到武器上战斗 但刚才的战斗却让她意外成功 只不过她不确定手臂是被龙溪烧 还是因为承受不住自己的魔力功法 但不管怎么说 她都找到了继续变强的方向 当前主要是提升使用魔力的速度和精度 以及在工作中锻炼自己 于是女主主动找到贝尔要求安排工作 毕竟她自从加入地下城里 就没做过什么正经工作 贝尔吃惊那之前补充宝箱的工作算什么 还有对付七层的探索者 可在女主眼中那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 在得知女主这是除了工会委会 第一次做被人雇佣的工作 贝尔解释她光是留在身边就已经是工作 但毕竟女主不是自愿留下 明明雇佣了她却没有活动 贝尔自责她作为管理员也有失职 只因她还没想到让女主做什么 就因为缺乏人手再加上地下城的秘密报告 就顺势将她留在尼宫 所以贝尔打算先让女主 跟着自己一起体验迷宫的各种攻击 今天就先去帮忙制作宝物 然而宝物制作间却距离矿场很远 只因一旦发生爆炸就麻烦了 矮人蓝佳格已经准备好了材料 他们只需要随便附点膜就行 女主傻逼了 难不成她的武器也是这种随便活吗 但女主还是想多了 她手上的是正经东西 因为最上面几层只能放低级物品 导致宝箱周转得很快 一直做同样的东西又很无聊 所以贝尔才会试着做一些奇怪的小垃圾 结果却惹恼了蓝佳格 逼着她把没用的小垃圾都丢了 所以今天想让女主陪她一起做些好东西 女主答应但做完必须收拾房间 随后女主再次被整个大乌鱼 贝尔的作品有适合看演唱会的发光排仔 和应援会留下发光果击的东西 以及和冰坎监视套装 小戏巴忘了带去奥运会的冷气投金 蓝佳德是真的服务 宝箱不是用来放这些时尚小垃圾 以前贝尔一个人就算了 如今女主怎么也跟着一起胡闹 但接下来她会带女主去体验制作武器 事后女主准时前来赴约 蓝佳德丢下补充宝箱的工作带着她离开 毕竟就算她不在 那些魔像小不点也会完成工作 路上还有两个魔像正在挖垮 而前面却出现一个极为工整的房间 原来是贝尔用魔法开采挖掘后的 并且前后只用了两满蛋 女主再次体会到贝尔的强大 她没自信可以强暴将其击败的地方 因此路边的小魔像只是为了不忘记尝试 才进行的形式上的开采 继续往前就是地下城的公共贯造工房 许多小魔像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工作 毕竟以低层宝箱的消耗素 人工制作武器肯定吃不消 女主终于见识到了魔像的全能 殊不知她们也会因性格不同 导致个体差异很大 还需要考虑是不是适合进行分工 而蓝佳德的工作间就在一旁 虽然空间不大但拿东西却很方便 女主不自觉拿贝尔之前的办公室进行礼教 明明都是一个道理却天差地别 关于武器女主有个疑问 她手中的武器是不是也是蓝佳德的作品 见蓝佳德没有否认 她继续抛出第二问题 第九层迷宫有没有她做的短见 如果有的话自己就有继续闯关的干净 她承认的确作物 但和小不点做的九层装备品质相同 即便如此女主也无所谓 毕竟只要能使用自己人做的武器 她就会开心 机会难得蓝佳德决定跟女主好好交流一番 在地下城工作需要使用设备和工具 但贝尔却能通过魔法搞定所有事 因此他们做的工作 最多顶得上贝尔的小指头 这座地下城可以说是贝尔一个人在运营 毕竟这套体制从上代管理员开始就没变过 上代是个事建造地下城为人生意义 为了地下城什么都能做 其他事责都无所谓的变态 她希望贝尔要是也那样就好 总好过她因为继承管理员之位的责任而坚持 之前贝尔提出想招人 是她提出招募条件 本打算让贝尔认识到这个请求不可能实现 却不料还真被她招到了一个适合的人才 也就是女主本人 只因兰加德最清楚 贝尔缺的并不是人生 而是能待在身边一起说话的一半 此前她只能孤独地看着结伴而来的探索者 看得多了也就产生了寂寞 见女主回来贝尔很开心 并坦白聊了很多关于她的事 贝尔嘟嘶嘶嘱说悄悄话不带着自己 殊不知兰加德只说她之前还并没有寂寞的情绪 当初她和上代一直在一起 直到继承了管理员后才分离 女主立马就想到了自己和父亲 原来他们有着相同的遭遇 女主好奇贝尔是怎么看兰加德的 把对方都整得害羞了 只因女主觉得既然有兰加德在 这些应该是她需要解决的问题 见贝尔脸红女主知道她误会 解释想问她是把兰加德单纯当同事还是自己人 贝尔这才轻松表示都是家人 但她感觉兰加德就像是坚持不肯退休的爷爷 由于兰加德是上代留下的人类 让贝尔感觉是在麻烦她陪着自己 虽然她之前也和兰加德说过自己的想法 却不料对方的反应是 女主切菜也只用自己的短刀 完全没有使用菜刀的习惯 毕竟菜刀不如自己的武器顺手 并且切完就走 本以为她是打算煮完了才调味 却不料女主认为那是专业料理人的工作 外行人绝对不能碰 只因从小父亲就教育 料理和只要打倒敌人的战斗不同 万一解体失败就会计 调味料加错了也会计 因此是一门危险到极致的技术 只能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并且女主也曾尝试使用盐巴 可只是加了这种大小的盐巴 就让水煮蔬菜变成咸死人的菜汤 所以外行人绝对不该触碰料理领域 矮人突然现身纠正是无稽之谈 看来女主是空有武力 在其他领域近乎无知 女主并不否认的确如此 矮人纠正盐巴必须一点一点刮下来使用 一次用一整块不咸死才见鬼 女主好奇矮人平时吃不吃蔬菜 只因她自己平时几乎都是面包加肉干 贝尔则只会偶尔吃几口新鲜的东西 需要烹饪的东西从来不吃 矮人意外只有人族才会砍菜叶子 矮人只要有酒有肉就够了 此时女主的水煮菜已经做好了 机会难得她邀请大家一起尝尝看 见女主亲自试毒没事 她们才敢端气碗小作一口 但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 矮人坦白超级难吃 女主一点都不意外 但觉得难吃就代表还是食物 只要能吃那就够了 矮人无语建议找个人来改变女主的扭曲认知 于是到贼工会的弗林被带来进了地下城 却没想到地下城里竟然也有用火设备 看得她也想给家里整一套 可地下城里的设备都是靠魔力运转 所以也只能想想而已 弗林决定先教他们炒菜 女主自信她确实听过有让人痛的料 只是还不知道该如何掌握轻重 没想到今天有幸可以见识 弗林头大她说的炒是把翻炒烧熟的意思 两人第一次品尝炒菜都感觉很不错 今天让他们都长了见识 没想到食材还会分为能吃和不能吃的部分 弗林打算今天多弄几道菜 却意外发现仓库里竟然还有龙肉 要知道这可是最高级的食材 在外面可以卖出天价 贝儿确实关心好不好吃 既然好吃那就马上做成料理 弗林担心她的程度无法完美做好 女主没点逼数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 弗林健壮当然不让那还是我来 谁知龙肉刚一下锅 香气就立刻蔓延 妹子们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还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料理 弗林相信他们只要再多动手 十几次就能出师 作为谢里贝儿又包了一块龙肉 让她带回去跟工会长共享 弗林开心会长一定很开心 毕竟她的厨艺可是一流 事后女主才开始复盘 会不会父亲教她的知识里也有不对的地方 可有一说一龙肉是真好吃 矮人帮女主保养武器发现 她惯用的短剑平时就保养了很好 只有剑柄被她略作改良 见她使用短剑总是转来转去 矮人好奇有必要吗 殊不知女主的动作都是根据攻击方式决定 如果是突刺她会正手握剑增加攻击距离 将短剑投掷出去也会更方便 相反反手握剑力道更强 考虑到近战还会双手交缠反握剑柄 这样使用二刀流也不容易相互干扰 因为握剑方式单一容易被看出破绽 所以才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频繁变化 去迷惑对手的眼睛才行 为了熟练掌握转换握法 严格的锻炼也少不了 矮人想起来还有装备要的她 因此目前给女性冒险者的房具 没几个好东西 女主没有好的房具她也有责任 女主却不想搞特殊待遇 然而目前有机会在获得正规装备的楼层中 活动的女性冒险者只有女主一个 所以也不算是走后门 女主好奇贝儿为什么不做装备 却被矮人告知贝儿的品味很差劲 见女主穿上新衣服来找自己 贝儿显得十分开心 还以为她是趁休假特别来看自己 实际女主只是想再次展开地下城探索 按照规定只要不泄露情报 休假期间她可以自由活动 但她又不想在性命无忧的情况下探索地下城 这样等于是开了风铃月影 探索起来也就没什么意思 贝儿解释还是会有死掉的感觉 如果她还觉得不够的话 那就给女主加个限制 一旦复制体死亡就永远禁止探索地下城 于是女主终于重新踏上了探索第九层 可她却并未发现原本的哥布林三兄弟 反而新出现的是精灵系怪物 且还是可以召唤伙伴的类型 本体则在身后负责查看情况 女主先下手为强 直接投掷匕首将怪物本体秒杀 随即召唤的小怪也跟着消失 只不过却并未爆任何金币 直到一旁暗门突然打开 里面出现一个福利莲杀手 女主犹豫要不要打开 毕竟每年被宝箱因死的冒险者 可以绕城镇两圈半 宝箱陷阱分为两种 一种是打开就有箭矢或爆炸的物理陷阱 一种则是各种魔法陷阱 但幸运的是女主这个是真有活 只是可惜不是她需要的短见 探索了一天女主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传送回管理室 还要给求职的怪物进行面试 看到怪物的就职简令 女主才相信原来怪物真是贝尔雇来的 但也不是谁都能参加面试 必须通过书面审核才有资格 但入职要求其实并不够 一般只要具备理解文件的智商 就算不能对话沟通也可以 由于可能会需要战斗 女主必须带着武器过去 只因偶尔会被求职者攻击 下一刻贝尔带着女主 传送到了地下城最终房间 只有这里的空间 不管面试者体型多大都没问题 女主发现身后出现格格不入的桌椅 本以为每次面试贝尔都要准备 却不知这套桌椅一直都在这里 为了担心被战斗波及会坏掉 所以这里距离上次跟女主战斗的地方很远 至于面试者每次都要贝尔设置召唤阵 专门从一空间召唤而来 接下来将由贝尔主导面试 女主有在意的地方尽管指出来 在贝尔召唤的时候 女主再次感受到了她的恐怖实力 想要将其超越几乎不可能 而第一个被召唤来的是一条龙 可双方交流的过程让女主直接猛逼 只因龙说话的叫声只是叫声 贝尔却能和对方无障碍交流 女主心中在意的不行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之前听说怪物都是从魔界不拥的 那魔界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送走面试者后 女主才说出自己的疑问 这次的面试是为了什么目的 贝尔这才想起来忘了坐视前说明 虽说是面试 但以他家的地下城来说 这并不是决定是否录取的面试 而是见面后进行最后的确认 毕竟在工作前双方见面 就能避免不知所措的情况出现 并且有的面试者会觉得 干嘛要服从看起来很弱的家务 偶尔出现脾气火爆的面试者 贝尔也需要在入职前教育一顿 可按照贝尔的说法 女主觉得不管是谁都能录用 事实也的确如此 毕竟这样才有地下城的感觉 随后女主还有件事想问 刚才那位面试者说的话 她完全听不懂 殊不知地下城也有道具可以辅助 只不过目前不在身边 女主只好在自己能理解的范围来建议 随后第二位面试者 是一只三尾大胖猫 但胖猫却无法移动 因此只能在原地沟通 女主不解无法移动要怎么工作 贝尔已经想好让她去特定的房间 而第三位面试者则是一只高大的巨人 巨人很高兴能被邀请过来见面 女主却震惊不已 虽然对方的身体无比庞大 却一点破绽都没有 殊不知巨人的工作场所 是几乎无人可以抵达的地势层 巨人对于工作安排很满意 只一魔晶石是他所在的世界 无法制作的东西 能直接从魔界获取属实帮了大忙 送走巨人之后 女主很在意他们的对话内容 魔晶石是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他注册水晶石 使用过的保命石头 使用那种技术 单纯把魔力封进石头后的成品 就是魔晶石 因为能保存魔力的东西 具备了稀有的价值 女主还不解直接从魔界获取是什么意思 但此时说来话长 女主让他可以长话短说 简单来说怪物们把这个世界称为魔界 因为怪物几乎都不能使用魔法 但女主记得兽子哥布林就用过魔法 殊不知那个叫精灵术跟魔法不一样 因为怪物没有使用魔力的技术 所以就把能使用魔力的贝尔称为魔物 这里自然也就成了魔物居住的魔界 女主觉得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认知 但贝尔身为召唤者 又是地下城的管理员 还要负责跟魔物沟通 所以魔物除了地下城以外接触不到外界 就算他想解释也不会相信 而女主虽然不会魔法 却也能控制魔力 因此他也是怪物口中的魔物 接着第四名面试者 却和简历上的照片不一样 原来眼前的家伙将原本的面试者淡掉 并且还把贝尔当成了魔王 女主则是魔王的直属密探 别说女主就连贝尔都惊了 杀掉面试者取而代之 还是头一次发生 对方自称弹丁 并要求将魔金石都交出来 所以他并不是为了代替原本的面试者 按照他的说法是为了侵略而来 侵略者通常都是成群结队 贝尔基本都会放几个魔口回去吸取教训 既然弹丁只有一个人还杀了预定面试者 因此这次他打算将其永远留下 这里是地下城 面对侵略就该以武力进行回忆 女主主动请英交给他来对付 贝尔保证只要弹丁能打败女主 魔金石要多少有多少 但打不过就只能死 前几天贝尔就注意到 女主上次去地下城的时间比平时还短 恐怕就是因为消耗了太多魔力 最近他一直练习使用魔力 其中操纵魔力在无意识中影响了他的全身 毕竟只靠肌肉驱动身体是有极限的 在这种限制下要战胜高阶怪物十分困难 想要完成突破只能靠魔力来驱动 虽然魔力通常被当作是使用魔法的东西 但凡事也有例外就是人的身体 当体力耗尽的时候 还能挤出的力量就是魔力 然而强行用魔力驱动反而会破坏身体 所以女主最近才一直在做类似的锻炼 因此实力确实也变得越来越强 与弹丁的战斗很快便宣告结束 只不过女主没想到弹丁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他还没使用全力对方就已经被打倒 对而庆幸还好对方维持一贯人设 万一被求饶的话会让他感觉很不愉快 最后由女主完成捕刀将其斩首 事后贝尔想将弹丁变成僵尸 正好低楼层的高阶怪物一直很难补充 女主难怪感觉之前跟同一只怪物战斗过很多次 贝尔反倒意外女主没有反对他重复利用异体 虽然女主早就听说没有回收的冒险者尸体会变成僵尸 这种公司分明的态度也是他的优点 但贝尔却很担心这种状态的他 然而女主此刻却在意的是 他从未见过父亲的僵尸或许也是个好消息 可以贝尔的强大实力 对手只怕早就化为飞灰彩毒 刚才他还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变强了 但和贝尔相比自己果然还差得很远 女主是万万没想到地下城竟然和游戏一样 定期会打补定更新为伍 然而在成为地下城员工之前 他只知道每座地下城都有各自的规则 却不会深究为什么地下城有光 即使没有任何遮挡的直线通道也看不清远方 只因他不擅长去研究深奥的东西 直到成为贝尔的员工 他才知道地下城的地图都是人为制作 只因低层地图容易单调 所以定期都会重新设置地图 机会难得贝尔让女主也来试试 或许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新的灵感 说吧贝尔拿出现在的地图当参考 女主可以完全自由发挥 他联想到自己探索的时候 总会担心会出现转角杀 或者是开门杀 以及分岔路口要提防反方向的夹击 女主发现虽然宝箱里设置了各种陷阱 但通道和门却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因为担心魔兽也会触发陷阱 贝尔没有否认 毕竟魔兽需要定期巡逻 如果这两个地方有陷阱的话 就会被触发 如果要让雇佣的魔物 掌握避开陷阱的知识和技术 又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可如果是门上的陷阱 只要不去碰步就好 然而有时为了联络也需要开门 最关键的是魔物之中多降组 要是告诉他们有陷阱 总有不怕死的 要故意试试就试试 同为探索者女主最清楚 探索者会注意的部分 就是地下城最有威胁的部分 例如拐角分叉路口 以及有门的房间 可女主又感觉似乎太简单了 似乎欠缺点什么 随后她才想起来魔物才是重点 地下城是由通道陷阱 和魔兽三者相辅相成 因此在设计地图前 需要先考虑魔兽的详情 才能更好的结合地下城 真旧玩家比策划更懂游戏 以前贝尔编辑地图 会先听取魔物的要求 除此之外就全靠抽签决定 虽然地下城的初期 也有认真考虑 结合魔兽种族特性 但随着员工数量增多 位置重叠的情况也逐渐增多 最终只能采取抽签的方式 随机安排 但这次既然决定交给女主设计 贝尔答应 不管她怎么设计都会尊重 并愿意听从她的所有指示 兄弟们这下明白 为什么游戏不好玩了吧 最终魔兽的设置 还是靠抽签决定 毕竟不知道 究竟会出现什么魔兽 也更符合地下城的性质 殊不知女主想得这么复杂 其实只是贝尔嫌麻烦而已 作为女主第一次编辑迷宫 矮人决定奢侈一把 交给她15个宝箱的额度随意安排 毕竟最近小不点们锻造的干净师祖 还加上她还有很多存货 没机会拿出来 女主是个狠人 徒手画直线完成了规划出稿 并将攻起老贼的 所有婴人手段都塞进去 矮人却注意到 放宝箱的房间墙壁太薄 这样小不点就没办法穿墙 虽然也不是不能从下面爬过去 最终女主完成了中稿的设计 但整张地图的难度却大幅下降 只因她想起地下城事业不好 远方的场景仿佛 加在不出来一样看不清楚 如果用之前的设计真的容易因此 贝尔解释那都是特效 是这座地下城专有的特色设计 只因她家的地下城 原本各个楼层没有特色 如果不在细节效果上努力的话 就会单纯的变成洞窟 如果女主有想法 能让这里更有地下城风范 也可以趁着机会提出建议 可最让她觉得欠缺的是 地下城的最终Boss 完全没有Boss样子 总之既然地图已经设计完毕 接下来就是着手进行改造 但这次有了女主矮人就不想去 女主被带到地下城的中心 也是地下城最初期的区域 眼前出现一道指纹封印 除了贝尔无人可以打开 封印里面则还有第二道门 依旧是必须要贝尔的指纹才能打开 大门后面则是一处不可名状的一空间 女主刚进去就被一位水精灵缠住 女主的精灵看到她似乎很兴奋 但她却完全没有感觉到精灵族的气息 殊不知缠着她的就是精灵本身 只因这个房间位于精灵所在世界的边界 所以可以诞生精灵 贝尔解释她自己生成楼层太肥精灵 所以早期的塑形工作 都是委托给专业团队的精灵负责 干扰事业则交给暗精灵 地下城内部的照明交给光精灵 以及专业的土精灵 あとはこの角を繋げて 地道だ ね? 混ぜて 僕も 何に? できた どう? はい完璧です では次お願いします あとは内装いつも通り? はいいつも通りランガドさんに 明るい明るい じゃあ連結は任せん 遊んでるようにしか見えな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見えない 見えない 女主这波是長見識了 这次多亏了她在 所以精灵们都很安静 平时的话双方总是会吵起来 随后贝尔成功给地下城打上了更新努力 接下来就是矮人的工作 女主意外竟然这么轻易就完成了 她本来以为是用魔法完成的 却不料是她完全看不懂的技术 更让女主没想到的是 原本像是毛坯房的地下城 在被矮人用手中的武器敲击地面之后 立刻就变成了精装修 只因她手上的东西可以重现脑海中的印象 精灵们虽然强大但没什么品味 搞得迷宫全都跟古代遗迹一样 完全没有地下城内外 女主总算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吵架 女主好奇万一有探索者来到第五层怎么办 如果是低层对象会在旁边制造新的一层替换 但能来第五层的人并不多 所以她一般会把上一层的头目房设置层战斗状态 女主之前也以为是有人正在挑战 原来真正的原因是服务器维护 接着她又被带到一只巨大史莱姆面前 巨大史莱姆是那些小史莱姆的原材料 正常来说这个世界的史莱姆很危险 不仅能溶解武器铠甲还会魔法攻击 但这座地下城的史莱姆却从不会主动攻击 探索者几乎也都会无视 只是她没想到史莱姆生产过程这么粗暴 并且也不会爆金币 也就是说只有签订契约的正式员工才不会死 没签合同的零食工就不会重生 而这里的史莱姆则只是专门用来打扫地下城没人要的东西 是地下城的清洁工 而过度使用魔力的小小史莱姆 则会进行真正的回炉重造 为了防止大史莱姆变小 贝尔会定期投位模式补充魔力 女主好奇分离的史莱姆有没有自己的个性 这倒是把贝尔问猛了 虽说史莱姆会完成下达的命令 但有没有智慧就没办法确定 事后魔物们都要排队抽签选功位 女主是今天才知道 原来自家老板有着与国王同等的地位 这天贝尔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找女主卖萌 只因她准备穿着一身去和国王见面 原来地下城原本是建立在无人居住的偏僻地点 随着被冒险者发现逐渐聚集 一旦发展成为城镇国家就要来征税 地下城的武器能增强国力 保持会成为资金 因此国家会想要掌握地下城 但对地下城来说这就很碍事了 实际上以前与盗贼工会总部发生冲突时 对方背后就有王国在撑腰 于是上任管理员便带着他直接入侵王宫 并威胁国王要是不总是就把王宫移为平地 最终国王服软签订契约 所以地下城所在的城镇才得以自治 但毕竟地下城的确使用了王国土地 所以也并没有打算全盘拒绝王国 因此地下城产出的宝石王国有专门的机构收购 在用多余的宝石与地下城交换武器形成闭环 唯独城镇自制另有契约 每当国王更替的时候 新国王都有一次挑战地下城主的机会 为了跟新王重新签订契约 贝尔需要前往王都接受挑战 之所以不是新王来这里 是因为只有贝尔能操纵传送阵 他打算就穿身上这套上代管理员的衣服 女主一口回绝这套不行 不然他真的忍不住会说别搞笑了 于是兰迦德出手帮他大改特改 而接下来就轮到女主 只因他要跟着贝尔一起去 所以也需要准备一套新衣服 兰迦德是了解大家性体的 除了铠甲就只有女服装 女主陷入了两难 女服装更方便行动 但考虑到要跟穿长袍的贝尔站一起 还是铠甲更有气势 于是他想参考大家的意见 两人默契当然是女服装了 因为最适合他 果然女主也是先天女服胜体 穿上女服装一蹦三尺高 还能隐藏腿部动作也是优点 只是不知该怎么携带武器 兰德尔有研究一般都是藏在裙子里面 女主难为情不喜欢这样 无奈只能将匕首别在腰间防身 只是没想到明天就要走 正常计划好的事情 你都会多留一些时间准备才对 贝尔无奈就算提前准备 时间一到也会弄丢很多东西 一想到贝尔乱糟糟的房间 他觉得事后有必要把所有房间 都整理一遍才行 次日两人只是一瞬间 便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王都 国王早已安排向导前来等候 两人先是被带到空无一人的竞技场 随后国王才带着自家选手姗姗来迟 黄毛骑士没点逼数 上来就质问寄件未来为何不败 国王连忙阻止想死别带着王 并得自己贴近双方的地位本就对的 女主却没想到 原来自家老板竟然与国王平起平坐 贝尔却没有一点架子 主动礼貌问候国王 并说明他负责下场战斗 一旁的只是他的陪同女 其他人见要和女人战斗 还以为是开玩笑的 国王介绍他们的实力 早就凌驾于高等冒险者之上 是王国最强的三个人 哪怕是打女人也不会手下留情 贝尔却关心战斗条件 是不超过六个人 国王解释其他人的实力不够看 王国指示 反制王国也要照旧配合地下城运营 国王有一点很好奇 他听说上任地下城管理员 签订契约的时候带着一位小女孩 在确认贝尔就是女孩之后 也就是说女主就是贝尔的继承人 黄毛还在继续装逼 既然他是地下城主 那么死在这里应该也没意 贝尔嘲讽拉满前提是他们做得到 随着决斗正式开始 两个近战迅速朝贝尔接近 只因前任国王说过 地下城主会在剑势冲上来时 以惊人的速度使用魔法镇压全场 因此必须用更快的速度 不给对手留出吟唱咒语的时间 殊不知贝尔却是近战法师 应对他们的挥砍游刃有余 曾经贝尔好奇为什么不稍微放水 上任管理员教了他一个道理 对这些人放水只会让自己受伤 只因王公贵族都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要是让他们心怀希望只会纠缠不休 更不要以为他们会乖乖遵守契约 只有激起他们的怒火 再以雷霆手段将其击溃才是菩萨心肠 必须被武力打覆打怕 才能帮助他们遵守契约避免无畏的伤亡 与此同时在一旁的魔术师已经战役全武 国王之前还吹牛靠近战就能打败对方 让他不用出手 如今看来就算他出手也无济于事 毕竟靠一根魔杖就轻易碾压两人战士 眼前的少女太不正常了 然而女主还看出他们身上有辅助魔法的效果 是入口守卫偷做的 国王却故意让他们以为只有三人战斗 但此时国王却不可置信 黄毛可是光靠一杆长枪就能轻松碾压大型魔物 另一个则是能与黄毛势均立敌 见两人联手都拿贝尔束手无策 国王不讲武德准备完音的 只因上任国王还说了 只要让对手投降就算也 契约中也只有与战斗相关的事项 其他行为没有任何约束 因此他暗示向导对女主出手 国王以为胜券在握 于是要求贝尔举手投降 不然她的可爱女仆就要吃苦头了 国王经了向导 才是王国的最强者 却连一个女仆都打不过 也就是说贝尔有随时都可以杀她的可爱 于是国王当即举手投降认输 事后国王脸红希望知道女主的方面 女主发挥企业级理解 刚才他就想用自己威胁贝尔输掉笔事 一定是从他之前的举动中 察觉到了他比贝尔要弱 如果他说了姓名事后就会被调查 于是女主使用了兰加德的名字 国王死缠烂打以后还能见面吗 贝尔实力护妻私事之后再说 却不料女主没想错 他们刚走国王就下令调查兰加德 盗贼工会看到王国传来消息 询问兰加德的情报也猛逼了 难道就报告地下城产的武器上 刻着她的名字不成 很快会长就把此事告诉了贝尔 两人立刻就想到了 肯定是因为之前报假 贝尔想委托女主去跟兰加德解释原委 女主也为了难 不知道该怎么道歉比较好 女主是做梦都想不到 原来哥布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在地下城哥布林有专门的居住区 只为方便进行品种改良 女主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更不理解哥布林家竟然还有门卫 在地下城哥布林属于是最低级的魔物 打死也不会报金 也就是低级哥布林只有一条命 导致地下城一天会消耗大量的哥布林 这样就必须满足繁殖需求 大家都知道哥布林喜欢抓其他种族的女性 一想到这点女主忍不住目录凶光 她想知道眼前的小哥布林是怎么来的 随后贝尔带她来到哥布林田地 女主以为这是给哥布林种的粮食 但哥布林不可能自己种的 毕竟她们不适合这种作业 女主以为是因为她们智商太低的关系 却不料地里种的就是哥布林本灵 女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难道哥布林的灵是树林的灵 正好旁边有可以采收的哥布林 贝尔带女主过去掌掌见识 牛逼 原来这是上任管理员发明的方法 最初试过配种普通哥布林 但繁衍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消耗的速度 据说一转眼就会死光光 而捕捉本就稀少的女性探索者难度又太高 最终才发现哥布林和土精灵属性很大 哥布林还具备植物性质 就是死掉的哥布林被地下城吸收 由那棵树收集制造出哥布林种子 再让精灵帮忙做一些处理 最后就能以种在地里的方式培育 刚出生的哥布林会为专用营养剂 要是为太多别的东西会变成挑食的美食家 虽然想继续改良品种 但前任管理员却不愿意叫他 贝尔没有放弃打算自己慢慢研究 更离谱的是刚出生的小哥布林都会像被逮捕的犯人 只因放任不管的话他们会乱挖田地 还会相互啃食 因此在移动到居住区之前必须集中管理 女主不解有多少探索者就有多少怪物被打倒 因此用导石复活 或者这种繁殖方式是必要的 可这些真的是必要的吗 贝尔又为什么要为地下城付出这么多 只因除此之外 女主不管什么时候看到贝尔都在工作 深夜失眠的时候贝尔没睡 早起的时候贝尔比他更早 殊不知虽然贝尔有自己的专属卧室 但这座地下城就是他的家 女主想到贝尔乱糟糟的房间忍不住叹气 而贝尔从小就在迷宫长大 所以常识才会与常人完全不同 平时如果没有集市的话 他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工作对他而言就像是家事 可地下城又没有什么他专用的娱乐士 女主以为他一有空就在经营地下城 他好奇贝尔有没有自己的兴趣 如果是他的话会保养武器 但贝尔不常用武器所以不需要 如果是补充回复药和不羁品 对于贝尔来说也是工作 锻炼的话也没见过贝尔锻炼 女主实在想不通决定不想先上班 贝尔好奇他有没有想做的事情 前几天他们去了一趟王城 一般在对付完那种麻烦的对手之后 贝尔都会不做事只休息 女主以为这是干了大项目的休假 却不料不休假不等于不工作 而是做休息的工作 女主虽然不用工作 但他还是会发薪水 殊不知在贝尔看来 和人类打交道比和怪物打交道 更令人疲倦 女主毅然决定想要工作 行行行这么玩是吧 老板喜欢上班 员工喜欢加班 贝尔让他先不急 地下城还有很多他没接触过的工作 等多接触之后再决定想去哪个岗位 女主见状勉强答应休息 又未有个好老婆 好老板开心 于是他来到公共休息大厅 看着魔物同事一言不发 却把一众魔物给整个汗流加倍 牛魔主动上前和女主打招呼 并告知大家都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 女主道歉这不是他的本 他只是想找一个人 随即改口想找一个魔物 可明明刚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热情 今天却全都十分冷 但让他不好开口 殊不知早前贝尔就提前警告了大家 敢对女主无礼的家伙 他都不会放魔 牛魔不敢说实话 只能甩锅是因为女主 上次跟十层的龙老大交过手 牛魔答应可以帮女主找人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有魔物说过他是斩风之女 冰慈想要找到那只魔物 但他只记得对方的声音 女主发现身后的猫咪说话的声音 和之前的声音一模一样 见女主有事想问自己 猫咪兴奋正好 他对女主也很好奇 见对方是个话老 女主无奈只能击掌将她打乱 女主想要打听关于斩风的事 猫咪之前说过他是斩风之女 却不料猫咪已经忘记了 毕竟有时候脱口而出的东西 谁能全部记得 但关于斩风猫咪还记忆犹新 对方是个极其危险的冒险者 当听到羞羞羞的破风声时 就代表自己已经死了 而声音的来源是高速移动的飞刀 因此哪怕是正面飞来也很难躲开 猫咪无奈没机会和斩风战斗 毕竟发现的时候自己已经记了 女主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记忆中的父亲是用拳头战斗 并劝阻当时的女主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武器坏了还能修 手打坏了就麻烦大了 况且面对强敌 他也还是会用武器 拳头只是兴趣 因此他对父亲的认知 是以格斗为主体战斗 如今听说竟然以飞刀为主体战斗 有点不可思议 然而牛魔听说了斩风去了第十层 在他看来不管怎么说 都不可能是十层大佬的对手 女主自我安慰父亲 或许是为了对付十层的强敌 才会改变战斗方式 之所以说女主是斩风的女儿 是因为斩风带女儿锻炼 早就在地下城传开了 总之女主还是无法理解 一直靠拳脚战斗的父亲会用飞刀 他竟然从未见过父亲的真本事 却大言不惭地想要超越他 如今女主感觉很羞愧 但却不影响他想要继续变强 最近城镇出现号称 是队友杀手的坏逼冒险者 但因为几人擅长表面工作 以及在地下城犯罪死无对证 导致冒险者公会的高层选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到贼公会却不惯着 已经提醒所有成员要小心对方 虽然也有不少冒险者 对他们保持谨慎 但还是有人不信这个邪 被其中的秘密眼帅哥外表欺骗 再加上三人也会在地下城出手 相助新手冒险者 以至于黄毛妹子认为外面都是谣传 肯定是出于极度他们的优秀 可这里的冒险公会长 却深知他们是群人渣 却通过贿赂手段 博得高层的庇物 导致分会长也没办法处置他们 得知盗贼公会 已经光明正大发出警示 分会长无奈 这说明盗贼公会 对冒险者公会不抱任何期待 虽然内部大多冒险者都尽量回避 但还是有人会被他们的好人模样欺骗 会长是真的服了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傻子太多 所以骗子才会层出不穷 因此只能私下拜托盗贼公会 帮忙出手解决 在他看来那些人只是见死不救 喜欢栽赃嫁祸背后偷袭的败类元渣 盗贼会长嘲讽冒险者公会高层 还是一如既往腐败不堪 因此答应会出手帮忙解决 很快贝尔就收到消息 有人要在地下城搞事 此时女主严阵以待 只因贝尔解锁了新皮肤 他询问女主是不知道地下城的潜规则 女主只知道在地下城不能对人类出手 但不遵守的人还是不会遵守 贝尔内就知道女主曾经在他的地下城遭受过伤害 只因前任管理员比较激进 不介意人类互相残杀 但自从他上位之后就做了违背祖宗的决定 在他的地下城绝不允许出现这种事 因此今天女主要跟他一起维护地下城治安 女主人傻了 在到处都是怪物和人类战斗的地下城维护治安就离不 贝尔解释只需要处理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 他打算抓住那些违规者 并当作反面教材制作成不死者给地下城当黑奴 因此贝尔一袭飞裙等于是处刑人套装 不仅如此还帮女主也准备了一套 按照盗贼工会的情报 猎物已经上钩很快就会有所行动 他们要做的就是当场将违规者带回安 此时僧侣妹子不怕死 已经完全相信他们都是好人 并临时加入小队协助击败了第三层的骷髅头目 却没注意到对方进行的眼神交流 刺猬头突然假装好奇想看他的武器 妹子信以为真刚想递出去 却遭到了刺猬头的突然袭击 此时他哪里还不知道自己上当 对方故意借助地下城打头目的特殊机制 只要他们不离开别人就进不来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被打扰和发泄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贝尔迫不及待就要去抓人 女主却希望先等等 她还有点事情没搞清楚 为了受害者的安全起见 精灵率先将小石像先送过去提供保护 此后女主才知道那些人原来是队友杀手 此时妹子才知道后悔自己的愚蠢 逃肯定是逃不掉 唯一的希望就是突破三人进入下一层 却不料小石像突然从地底钻出 咪咪眼终于睁眼 只因她的乐趣被石像打脚很不爽 可石像只是看着弱小 手上的功夫可不是盖的 再加上异常坚硬的外表连全套都无法留下痕迹 咪咪眼见状选择暂时撤退 反正还有人帮忙当诱饵 妹子想着高低都是死 还是像个冒险者一样死在魔物手上比较好 三人没注意到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一转眼的功夫法师就消失不见 而前方再次出现第三只石像倒路 谁知石像摆出挑衅的手势让他们倒快点 请客间人渣小队就都来到了第十层 得知贝尔就是这层的最终头目 咪咪眼飘了 之前打倒的是三层头目 据说五层之后难度就会大幅度上升 按理说去第十层就是自杀行文 但地下城的威胁全来自魔物 正常来说他们必须闯破层层魔物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和探索才能抵达头目房间 可如今他们几乎状态全满 哪怕是第十层的头目也有可能击败 本来贝尔一般都会先报上名号 但他们都不是靠实力来到这里 所以也不用知道他到底是谁 既然他们想要回去 那就用地下城的规矩 只要靠武力就能解决 就像他们之前袭击同组的女性一样 明明眼眼神瞬间冰冷 既然如此他就不能留下火口 并庆幸还好面对的是女性敌人 只要还有羞耻心 就能靠割开衣服制造破绽 殊不知女主也时刻在关注他们 不管是人类还是怪物 杀戮最终全凭经验多寡 他本来好奇所谓队友杀手是什么货色 可眼前的三人却是完全习惯杀戮的眼神 既然如此他也就不用手下留情 女主先是躲开了刺猬头的拳头 贝尔事先说过尽可能保留全尸 不然做成不死者是拼接的部分会很脆弱 另一边咪咪眼不理解 贝尔看似是法师却能跟他进展 最离谱的是连脚都不带移动一下 等在一回头才发现刺猬头已经凉了 而光头则趁机逃之夭夭 咪咪眼自知不是对手 主动提出愿意归顺当他们的手下 平时可以混进人类社会收集情报 见贝尔思考他以为上钩了 却不料人家已经有了盗贼工会不需要 随即贝尔扔出魔杖将咪咪眼扎了的透心凉 对于不守规矩的人他也不喜欢 最后看着已经逃向远方的光头 贝尔无所谓反正在射程之内 在这里也能直接将其打倒 跟着手中射出一道力量之剑 直接让光头死无全室 女主不可置信 这招之前从未见他使用过 女主自从来到地下城上班 就一直很好奇魔物同事们每天怎么吃饭 虽然贝尔基本都会询问员工的需求 但大家的差异化太大 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大致可以分为直接使用食材 亲自烧火烹饪以及去狩猎捕食三种 百闻不如意见 贝尔决定带女主亲自去见识一下 虽然地下城会提供厨房和食材 但大多数员工还是会直接吃掉食材 女主是万万没想到 地下城里竟然还有一片巨大的野外狩猎场 其中包含了各种环境 两人正好遇到七层的牛膜正趴在地上吃草 牛膜大方请女主也尝一尝 心牙很软嫩很好吃 然而真正的主角都在前方的森林中 员工们正在生食猎物 女主一转眼便来到了猫猫身后 差点没把猫猫吓个半死 得知她是来参观狩猎 猫猫飘了让女主跟着 并灵活地在树木之间高速移动 毕竟森林是她的主场 不管对手是谁都不可能跟得上她的动作 却不料瞬间就被女主打脸 猫猫不可知心动作扭曲变形 身心同时遭到暴击 帮她失去了继续狩猎的兴趣 女主则夸贝尔很厉害 把这里的环境做得跟真的一样 贝尔被夸赞心里美滋滋 接下来两人又来到附近的农场参观 女主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这座地下城是不是模像承受了太多 殊不知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前任管理员时期专业的事 都是交给专业的人做 田地交给地精 森林交给树人 矿物开采交给盐规 可虽然最初的工作效率很高 但专业的人又都是细节控 导致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久而久之贝尔发现还是模像更好用 虽然效率和精度会降低 但整体管理上反而更轻松 女主这才知道 原来贝尔不是一切都承袭上任留下的方式 自己也做了很多研究 接下来他们一起吃了和人头大的红苹果 看了梅浦路同款蜜蜜羊 可据他所知地下城似乎没有水汽模 只因地下城设置水汽环境比较麻烦 话音刚落湖中钻出了十层龙哥 女主道歉打扰了龙哥进食 却不料对方只是在这里洗澡 维持整体清洁 是作为龙绅士的必要风度 龙哥刚走八层的双头犬 接着前来喝洗澡水 随后女主又来到了这里的超大厨房 十层巨人正在锅里熬制药物 贝尔来的兴趣与之交谈 原来巨人是真正的文武双全 在她的故乡还是一名学者 女主在身后仿佛在听天书 她看了看正在煮的锅里 只能出眼打断两人提醒 锅中有奇怪的东西溢出来了 随后巨人端出一锅黑暗药物 女主好奇这能不能吃 接着贝尔还打算带女主 去一个她的宝贝景点 谁知女主头上突然冒出红光 很遗憾这件事只能暂时言吼 女主被带到巨大的水晶房间 之前说过水晶是防止她的身体出意外 用于传送封印在宝石内的本体的东西 但此刻已经到了更换的时间 原来保命水晶就像电池无法持久 定期就要更换一个新的 到了更换时间头顶就会出现通知 贝尔希望女主帮她更换水晶 因为她要空出一只手操作转 期间女主只需要支撑水晶就好 只应要她用单手支撑水晶的话 难免会用力过度把水晶捏碎 于是女主将用完的水晶搬离开来 贝尔重新将一旁的新水晶 重新放置到法阵中 接下来贝尔带着女主穿越重重封印 来到一处地下城绝对机密的房间 之所以这么多防护措施 也是为确保这里出现意外 不会影响外景 贝尔突然提起地下城的核心 那是地下城诞生成长的绝对要素 一旦被破坏 整个地下城都会活的面 而房间内的这个虽然不是核心 却也是模拟地下城核心制造的东西 它是前任管理员 想制造地下城核心而制造的仿制品 却只能做到魔力汇迹和循环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功能 接下来贝尔为女主展示自己的工作内容 女主还是第一次听到贝尔涌唱魔法 将仿制核心中被压缩到极致的魔力 牵引到搬来的魔晶石中捕摸 可没多久魔晶石就被冲爆碎了一地 贝尔无奈一般尺寸的魔晶石 刚冲磨就会碎掉 没想到这么大的魔晶石也是一样 女主听不懂只能说一句可惜 但这是她第一次没弄碎魔晶石 完整搬运到这里 所以也算是前进了一步 现时间还来得及 贝尔急忙带着女主赶到她的宝贝打卡顶 这里有只有这个时间才能看到的绝美景色 一緒に見れてよかったです クレイさん ここで働いてくれて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アップ